在儲存檔案的時候,請各位注意,儲存的時候,請各位務必注意 他說這個下列功能無法儲存無聚集的活業部 請問一下,你要按4還是否呢? 如果你按4的話,那你的VPA就全部消失了 因為它預設的格式是XLSXX 它的預設檔案的類型,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當然特別注意,它的副檔案這邊有XLSXX 如果說你要能夠有VPA的話,記得按4 你不要按4 否之後的話,存檔類型,請各位一定要注意 要選擇下面等於是存檔類型裡面的第二個選項 第一個是只能存資料,不能存程式 第二個選項,才能夠存資料之外 也可以存你的所有的VPA跟聚集 如果你存錯的話,之前真的就有同學 可能上課我忘了講到還是怎麼樣 那一儲存之後,下一次來就不見了 不見的話就永久不見了 它也不會恢復了 所以記得,一定要選擇這個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按儲存 儲存完之後,實際上它會幫你另存 所以你會變成有兩個檔案 原來的檔案是在這邊 它會多增加一個XLSM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如果再開啟秀的檔 它裡面不會有VPA 所以以後你要開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要開XLSM 這邊我把圖放大一下,這樣比較清楚 另外就是它的圖式上面 一定也會有個驚嘆號 有驚嘆號表示,是有VPA在裡面的 如果你存錯檔 你的VPA程式就會全部消失了 而且是永久性消失 意思是它會把程式刪掉 所以剛剛如果你按4 那很抱歉,你的VPA就被刪掉了 所以這感覺有點像陷阱 你如果看不懂,按錯了也不行 一定要選4 然後存檔類型改一下 這個部分才OK 所以第一點要特別注意 存檔類型,不要選錯了 再來的話 這個存完之後,請各位開啟152 分別擷取長寬高 這個問題的話 請各位一樣有看到答案 不過請你把這個答案刪掉 這什麼意思呢 請各位想想看 規格裡面有長寬高 如果我只要裡面的這個數字 放在後面的三個欄位 分別結尋它以後,這怎麼辦呢 一個就已經夠複雜了 還要有三個 還要有三個 OK 所以以前的做法是嗎 你如果fine 假如比較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用fine函數可不可以做 當然可以 可是很麻煩 那邊你要fine什麼? fine錢瓜糊 fine特別注意,fine這個函數 如果你只有一個 那就fine test是錢瓜糊 within去這邊找 star number我們空下來 這star number意思是說 從頭開始找 就是空下來 但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你要找 第一個已經找到了 那你要找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把第一個找到的位置 再加1有沒有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邊star number 它就會去幫你找第二個 OK 那如果說你已經找到第二個 再把第二個的位置 加1 它就會幫你找到第三個 OK 所以star number的用途是在這裡 意思是說 你要從哪一個字開始去找 你要找的那個字串 OK 所以star number 因為剛剛只有一個 所以不需要 但如果說你要繼續往下找的話 可以用那個star number 那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也可以試試看 但是做出來公式會非常的複雜 多複雜 我講義裡面 我應該印象中是有fine 這個寫取 就這樣 先fine 123 123 你會fine fine裡面再放fine fine裡面再放fine OK 所以相當的複雜 但是 解決方案當然不是只有一個 所以有時候你要靈活的去想想看 假如說你會的方法越多 相對的你解決問題 也就你想說這個方法是可以 可是不太不太容易 而且很麻煩 所以 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用什麼 用叫資料剖析 不知道各位沒有用 假設塔這一題 其實我就不建議用 剛剛用fine fine 但你可以試試看 那個也是一個方法 比較快的方法 我是建議你可以 可以用那個 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不知道各位沒有用過這個功能 這個資料剖析 當然主要是如果你有固定的符號 或者是固定的長度 都可以使用 那我們可以怎麼說 一 游標請你選取B2到B9 這個是我要剖析的資料範圍 按一下資料剖析之後 它會跳出來就是說 你要剖析的符號 還是你要固定的寬度呢 看起來好像符號有兩個 前刮後好像不太適合 因為兩個 它這邊只能用一個 所以我可以用什麼 固定寬度 剛好這一題的寬度好像都一樣 所以我用固定寬度 下一步 那它會說你的位置要從哪邊切 所以特別重要 請你在上面的有一個尺 尺上面點一下 記得要點準 剛好要剛好格局 就是這個跟這個的中間 這個跟這個的中間 這個 當然特別重要 如果它這個地方要點準 有時候不太準 可能會跑偏的對不對 如果偏的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再點選這條線 按住不要放 它可以讓你拖拉 它是可以移動那個線的 所以你點歪了沒有關係 但是就是要先把你要的資料分隔開來 然後下一步 好 再來就是 你已經把它隔開來了 接下來的話 它會問你說 那你要哪些資料啊 像這個我不要 所以記得 上面有一個選項 不會入此欄 所以這個不要 這個要不要 這個也不要 這個也不要 所以不會入此欄 這個也不要 OK 那意思就是說 把不要的告訴它 另外的話 目標儲存格 請你選擇什麼 選擇 預設是B2 不過我們要把它放在C2 所以把目標儲存格改成C2 按個完成 那你會發現 您要取代目標儲存格內容嗎 好 當然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資料就過來了 OK 相對的 如果你會用資料剖析 你應該不會用函數 所以有的時候 還是熟悉各種方法 這樣的話 有時候解決問題就很快速了 而不是說你拘泥於 我只會某一種方法 才能夠解決問題 這些熟悉之後 當然很快就做 最後當然 請各位最後做一件事 就是把它錄製成聚集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剛剛功能有沒有 錄成聚集的話 你可以彩排一下 然後就開始錄製 開發人員 錄製聚集 這個聚集的話 也許叫資料剖析好了 資料剖析 不過你可能要熟悉一下 資料剖析 然後再來就開始 1 游標放B2 Ctrl Shift向下 把它選起來 2的話呢 就是照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固定寬度 把剛剛的動作再做一遍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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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準 然後再下一步 再把這邊不會錄、這邊不會錄 等於是說把剛剛的動作記錄下來 放在C2 按完成 確定 另外再錄一個 這邊就可以停掉 停止錄製 再錄一個是清除 比如說清除 一樣 清除 OK 按個確定 1 游標放在C2 向右向下的話 我建議是你用快速鍵 Ctrl Shift先向右 就是Ctrl Shift先向右整個選 再向下 這樣就全選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如果是聚集 我們強烈建議 一定要用快速鍵 不然以後你那個範圍就固定了 你如果有增加或減少資料 它就不會跟著跑 如果用快速鍵 它會跟著跑 如果下面資料增加或減少 它會自動去追蹤 OK 所以建議用Ctrl 游標放C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Delete 好 再錄完了 把它停掉 那我們就可以去執行 並且做兩個按鈕 資料剖析 這邊有一個叫資料剖析 OK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邊按鈕做完之後 然後這邊也一樣有個清除 複製它 然後再貼上這邊又一個了 OK 這邊也一樣有個清除 資料剖析 確定 清除 所以你會發現剛剛的動作做完之後 以後如果你前面之類有更新有更新有更新 那你再按一下結果就OK了 所以用俊錫 至少我覺得你程式都不用寫 非常簡單 再來我建議 你就是慢慢再把VBA學好 以後兩個可以搭配在一起 可以變出很多的程式 這其實我覺得 這VBA如果把它學好 真的在工作上 絕對可以有相對應 提高工作效率的可能性 至於能夠提高多少 當然你就花多少力氣 我想慢慢一定可以看到生效 請各位最後把錄製聚集的部分 再練習一下 OK